人人都想一夜好眠 因为睡得好帮助排毒 更能补充元气 有人喜欢躺着睡 有人喜欢测着睡 但睡姿竟能够防湿痣吗 国外有神经学家 对动物做研究 发现测睡可提高血液 以及脑脊液的流动 废物清除率提升 大脑排毒也增强 尤其想防湿痣 王佐测睡效果最好 直接趴睡在床上 甚至会让脑里积累 更多的有害物质 往枕头一躺 脸部朝上最常见的养睡 竟被发现 和阿兹海默症 以及帕金森氏症的 神经退化病变有所关联 此外想预防湿痣 专家建议多摄取鲑鱼 青鱼扎丁鱼等高脂肪鱼类 每周至少吃一份 湿痣风险减少五倍 另外也可以多吃青菜 像是最常加的香菜 可帮助排除脑部重金属 肝脏机能高的人 吃高丽菜 吃芝麻叶 解毒又能提高肝脏机能 每天三到五份 食指风险大大降低百分之五十三 食指症总是悄悄来临 除了睡饱也得维持健康饮食 做好预防也把回忆锁进大闹 记者杨洁晨轩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